欢迎收听御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质天下》,请听第三百九十一集。 记得管着随军转运的是傅言路经略司的记忆文字游诗雄吧。 王芳想了一想说道,哦,是几年前在广瑞军叛乱时立了大功的那位? 游景叔与我分手同窗,同在子后先生门下。 不过他比我入门要早得多,出师也早。 横曲门下,文武双全啊。 王芳靠着背后的靠垫轻声笑道,与胡安定门下相比,倒也不逞多让。 情势破人也是逼出来的,谁叫我等生在关西啊。 王芳笑了一笑,如果这一次能够如愿以偿,朝堂上的局面, 就能好上许多,军功才是根本。 天子这些年苦心积虑,就是为了对西北二卢战而胜之。 可笑傅文之辈,空使朝廷俸禄,不能使天子免受二卢之辱。 哎,袁泽,不要多说这些事了。 韩刚叹了口气,你这是元气不足,要以养生为上,心神耗用过度,这病怎么能见好呢? 若是父亲能得到育坤里的权力匡注,于兄如何需要,日夜忧心呢? 王芳眼神忽而锐利起来。 袁泽,你也太看得起小弟了,何况心法当住,可住,虚住之处,韩刚何曾袖手旁观过? 韩刚用反问来回答,轻轻避过了王芳的要求。 王芳叹了口气,闭起了眼睛,不再言语。 韩刚从王芳的房中出来,王安石就在书房里等着他,一本书放在面前就随手哗哗地翻着,显然是心浮气躁。 于坤,以你之见,现在情况如何呀? 见到韩刚,他便立刻问道,以小叙之见,傅延路那里若能尽速建功就好了,只要横山建功,一切攻击皆是虚妄。 王安石摇着头,我是问大哥的病究竟如何? 韩刚正了一下,看了王安石一眼,腰背驮着,很是皮肋的样子,须发苍苍,脸色皱纹尽显,分外显着苍老。 心中不无感慨,毕竟是父子怜心呢。 小叙不通医术,但看原则他的病,应该还是调养为上,不能劳累过度。 哦,是吗? 王安石生意暗哑,用手按着额头,心底隐藏着的痛苦再也遮掩不住。 韩刚的话,还有医生的嘱咐,话里话外,其实都是在说,他长子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。 王安石现在表现出来的脆弱,韩刚还是第一次见,虽然是称起一国大政的宰相,但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会为自己的志愿,难得支持而感到愤满,也会为了儿子的身体而感到痛苦。 语坤 过了好半天,王安石才又开口,这时候他已经收拾了心情,心底的脆弱完全看不到了。 君起尖中的情况如何呀? 一切如常,板甲、斩马刀、神臂弓这三样都在用最快的速度来生产,如果还要再求快的话,就得将尖中工匠分作早中晚三班昼夜加工。 不过,给付的工钱要多上一些,另外现在的问题是生铁供给不足,河北要尽快推广,焦炭炼铁,徐州附近也要尽快找到石炭矿,还有就是蒙火油,有了焦油之后,蒙火油做的产量也翻了一番,军系尖中,一切安好。 也只有玉坤里这边能让人安心了。 王安石点头赞了一句,眼神变得坚定起来,有强冰,有利刃,有肩甲,横山必去,灭亡西夏,也是指日可待。 断断续续,下了两天的雪终于停了,而穿行在山谷中的寒风,一直就没有停歇过。 山风将地面上的细雪刮起,呼呼打着旋,化作一团团白色的幽影,随风奔出百石部,然后又呼的一下,在一片白色的雪地中,散得无影无踪。 宋军迎寨前沿的栅栏,离着驻扎着上万人的罗兀城,及城下军寨只有半里地,厚达一尺的积雪,覆盖着其中的地表。 两军之间的空旷地带并没有什么人去践踏,是近乎完整的一片雪白。 唯有靠着西北山壁的一处雪迹凌乱,还有着一处处深褐色的印记,那是昨夜过来偷营的两百西贼精锐,被守候已久的宋军万箭射杀之后的残迹。 他们被砍下来的头颅,此时正一个个被高高的悬在栅栏上,空洞的眼神正对着将他们派来送死的地方。 正常的时候,这仅仅只有半里宽的分界线,双方都应该放出几十名精锐的游记,穿梭巡游其中,看着对方哪里有了疏忽,就趁势如秃鹫一般叼上一口,也好提振自家的士气,打压对方的军心。 只是在厚厚的积雪之中,什么样的游记都会变成慢吞吞的乌龟,运气不好的就是被人围杀在血缘之中,哪一边都没有心思放出自家的精锐来送死。 只是仅仅半里的距离,不过一百八十步,如果用神弊弓向着罗武城的方向仰天射上一箭,六寸的木鱼短狮,只要不被风卷走,多半就能落在城头。 也的确有士兵这么做,明着欺负党将人缺乏能远射的重奴,时不时的射上一下,尽管落下来的箭矢已经伤不了人,但也能在守军中造成一点小混乱。 当然能随意使用神弊弓,而不是必须等待军令才给抠动牙发的士兵,在罗武城下的两万宋军中,也只有区区一个指挥的选风军。 傅延路的选风,平日里身穿红袄,腰扎紧带,跨着的腰刀都是梁工打造的稀罕货,在延州城的时候,都是用鼻孔看人的。 现在聚集在栅栏后的他们,红袄紧带依然穿在身上,不过外面则套了一身区别于普通士兵的精致板甲,有着护臂护腿,上面泛着漂亮的铜色, 身后还配了一条鲜红如血的短披风,戴在头顶的铁盔上,一团红鹰骄傲得高高挑起。 这群选风只是寻常地坐着站着,却已是威风凛凛,其中一名小族表现出来的骄悍,就能与普通禁军中以勇力著称的军官不相上下。 如果再将放在身侧的七尺末刀一举,可一击斩杀战马的刀刃上幽蓝的寒芒映着雪光,顿时就是一阵凛冽杀气扑面而来。 这是自一路数万大军中精挑细选出来,用以攻城拔债的一群勇士,也是从恶手中用来改变战局的一支力量。 不过现在他们无所事事,除了寥寥几人闲来无事地向着罗武城头或是城下军寨设上两下,多半还是看着身后的一片空地。 就在空地中央,丛婆抬起了头,风似乎大了点,这个天气能上去吗? 今天的风还不算太大,没有关系的。 丛剑中冲着前面吆喝了一声,把绳子拴紧点,钳子也往地里多定两寸,不要让人还没有进去,就飞上天了。 就在选丰军士族注视的方向,也就是在丛剑中和丛婆的面前,一堆垢火正熊熊燃烧,从火堆中穿出来的滚滚的热浪将周围的寒意尽数驱散, 也将营中清理之后,还残留的些许积雪也一起化尽。 而更多的热气则是被灌进了一个巨大的气囊中,就在上千只眼睛的注视之下,气囊一点点的鼓胀了起来,向上浮动。 正在加热之中的仅仅是一艘飞船,但旁边还有两艘飞船停着。 过一阵子,这些飞船就会交替地浮上天空,一艘眼看着就要落下来,下一艘就立刻升上天空去,可以持续地监视着敌情。 飞船的气囊外侧,用五色绘了寿面,一个个活灵活泄,张着血盆大口,瞪着眼睛,面目猙獰,直欲责人而逝。 军器间提供给傅岩路的飞船,无一例外都是素色的,毫无纹饰,韩刚也无心弄些花里胡哨的纹路来做装饰。 不过飞船一落到丛恶手中之后,就立刻改头换面,在丛恶看来,把飞船仅仅当成一辆车子来使用,实在是过于浪费了。 飞在天上的鬼怪,且受到官军的指挥,这可是能将西贼的士气给一下子打到底的利器。 用了小半个时辰来加热,气囊终于整个腾空,有几十条绳索连在一起的篮筐被扯得离开了地面,不过被缆绳系在地上,离地也只有几寸而已。 就在统领飞船事务的军校催促之下,一名精受干练的士兵随即手脚灵活地爬进了篮筐。 从建中有点不甘心地看着飞船篮筐中的背影,他的身材健硕乃是一个伪丈夫,虽然身上并无一丝的坠肉,可体重依然超过太多。 当初在京城的时候,从建中因为要保持文官的稳重和体面,眼馋地看着一个个武将跳上了飞船,然后升空上天。 等他到了延州之后,闲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乘上飞船上天,宝宝地看了几日延州城的风景。 可眼下是战时,一点重量浪费的余地都没有。 从建中即使有再多的心思,也只能是干瞪眼。 篮筐的正中央安着一个四尺多高的燃油炉子,赤猴一翻进篮筐,就立刻将火升了起来。 窜起的火焰维持着气囊中热空气的温度,虽然不能直接凭着这具油炉子将飞船升起来,但已经可以将飞船的滞空时间延长一倍。 在飞船维领的指挥下,缆绳渐渐地松了,挂在篮筐外的纱带,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解开。 每丢下一个纱带,飞船就向上窜上一截,就像被放在了台阶上的青蛙,一接一接地蹦着。 而注视着飞船的人们,也随之一点一点地抬起了头。 巨大的气囊就这么拖着篮筐和篮筐里面的宋军赤猴,就这么蹦上了天空。 自近三十丈的高处,服侍着离之不远的城池和军寨,将城寨中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 当兽收飞船在宋军阵列中腾空而起的时候,罗乌城的城头上很明显地惊起了一阵骚乱。 就算党向高层中有那么几个人从戏座那里,听说过宋人手中有了能飞天的船只,也不可能有机会当面看过实物,就更别提下面什么都不知道的士族了。 旧年狄青因为相貌英俊如女子,故而上阵时就在脸上戴了一副青铜鬼面,披头散发的冲锋陷阵,让当面的西夏军见之胆寒。 当年戴着青铜鬼面的猛将如今早已不在人世,但现在飞在天上的恶兽可比当年的狄青更为恐怖。 统帅城中兵马的魏明阿埋望着天上张着血盆巨口的怪兽手脚冰凉,他当初就知道贪到这个职位不会有什么好结果,几次想调回新庆府却被堵了回来,这两年没少烧香,想不到还是这样。 啊,这是什么怪物? 他尖叫着,这是飞船? 魏明阿埋身边的幕僚提醒着,这就是飞船? 魏明阿埋心定了一切,他自从来到罗武城之后,为了自己的小命着力打听宋人那边的动静,飞船这个名词还是听说过的。 幕僚用力地点着头,逃于虚空,乘风而行,这肯定就是飞船。 船令下去,让士族不要惊慌,只是宋人造的军器罢了。 魏明阿埋立刻下着命令,只是他让下面不要惊慌,可他自己的身影都在颤抖着。 宋人都能飞上天了,那城墙还有什么用,转眼就能飞到自己的头顶上。 对了对了,要射下来,让人快点将那怪物,那个飞船给射下来。 罗武城城头上的膝下弓手,瞄准了天上的飞船,纷纷射了过去,只是这完全是浪费箭矢的无谋之举,没有什么弓弩能射到比十几层的佛塔还要高出许多的飞船。 仰着脖子看着都累,箭矢飞到半空就纷纷落了下去,如果硬要说的话,也只有宋军倚仗守成力气的床子弩,才有可能将天上的飞船给射下来。 趁着罗武城中的混乱,宋军将一架架霹雳炮推上了阵前,六十余架巨型的投石车在城下寨前摆出了浩浩荡荡的阵势,让城头上的守军看了都含了胆。 从恶的将棋也提了上来,牢牢地插进了雪地中,两万宋军将士全都高声欢呼,伴着促然响起的战鼓,如雷霆如海啸,引得附近山岭中的积雪,塌崩下来。 一个竹筒这时候从飞船上丢了下来,啪他一声落地,立刻有人上前捡了起来,转身送到了从恶的面前,抽出竹筒中的纸条,从恶展开一看,就抬头望着罗武城中,城里的稀贼居然没有动静。 还是不敢出来拼命,魏明家的人是不是给梁氏兄妹吓破了胆? 丛普冷哼了一声,六十架霹雳炮就停在寨子外,而寨中都没有派人出去守卫,就算明知道会有陷阱,也该出来拼个运气,看看能不能烧掉几架,怎么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呢? 他们肯定会出来的。 从恶没有再多话,找来亲卫吩咐两句,让他跑去传令,就立于大旗下静静地等待着。 魏明阿埋是知道霹雳炮威力的,他曾经见识过国中偷学而来的霹雳炮,毁掉了一堵城墙有多么轻松。 而宋人的霹雳炮比那些仿制品要高大了一倍有余,威力只会更加恐怖。 困手成中,只能坐着看着实弹,一点一点地将城墙、摘墙给拆个干净,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 如果拼一拼,就能毁去这些霹雳炮。 魏明阿埋肯定会立刻下去赌一下运气。 可是这厚达一尺多的积雪,让他打消了所有出战的念头。 在雪地中跑不快的铁窑子,也只会成为神臂宫的靶子。 尽管砸好了,血这么厚,砸塌了城墙,也别想攻上来。 魏明阿埋难难自语,在从恶搬出了飞船和投石车之后,在他的眼中,厚厚的积雪比起城墙更安全。 他已经下令守军撤下城头,只把齐号留下,这道城墙坏就让他坏好了。 匆匆下城的士兵有点乱,魏明阿埋转头过去,呵斥了两声,回过头来吩咐道, 让八粮也将人撤离寨墙边,只要人不被石弹砸到,城墙坏了,也能再修起来。 一名信使带着主帅的命令从城头垂了下去,跑去了不远处的营寨传令。 魏明阿埋此时已经镇定下来,方才看到了飞船后的惊慌, 已经在他发现宋人的兽手飞船在山谷中的北风里向南大幅地偏着, 得靠绳索系在地面上之后,便半点也不剩了。 不过是个巢车而已,不足为虑。 魏明阿埋扶着墙头,望着银庄宿果的远近山川, 吴定河一带千秋万鹤,沿着河谷向前走上一里, 两边都能经过十几条沟,这样的地形要想防着偷袭很难, 而偷袭也就很简单了。 别以为他没有后手,魏明阿埋捏着墙头的积雪发着狠。 自从被调到了罗兀城之后, 他就知道自己最后很有可能被当作弃子而来处理, 为了保命,他可是什么招数都想过了。 魏明阿埋的才智虽然不算高, 但架不住,他为了要保住小命而拼命。 魏明阿埋的幕僚惯会察言观色, 看着阿埋的神色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 跑着好,笑着说, 哈,宋人进底城下,已有时日, 一开始的防备肯定也松懈下来了。 昨夜更是送了一份大礼过去, 只要今天宋人不能攻下此城, 到了夜里,可是有着好看了。 河谷狭窄, 在谷地扎营, 就别想着防火了。 魏明阿埋冷冷地说了一句, 举烟, 通知外面的孩儿。 他接着又是一声怒吼, 这时候, 就让宋人多得意一下吧, 腾起的狼烟多半会被他们当成告急的信号, 回头再用力地盯了天上的飞船一眼, 魏明阿埋转身就下了城去。 罗雾城中的敌军从城头上撤了下去, 城外寨中的西贼也让出了城寨墙内的一段, 这一变化, 立刻就从飞船上传到了丛恶的手中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,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1集,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2集。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2集中的连船中的灯在立柱中的建筑人 Pinard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2集中的灯下老心灯下老心灯下辞点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2集中的空虚度穿辞点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2集中的灯下辞点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2集中的未来电影中的火转出录有充米辞点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392集中的原因。 感谢观看